进投资KKBOX行为科技之后 中华电今年将会启动新一波的并购和投资 对象锁定了物联网资安以及行动价值业务相关业者 未来将会在15个县市积极推动智慧商圈 将会和交通部携手合作 计划在全台建构都市公车动态资讯系统 估计全台湾的6000台公车会加入智慧公车的行列